今天我很高興 和一千多名選舉委員一起出席 李家超先生的《我和我們》 和開新篇行政長官的選舉活動 行政長官選舉是香港政治生活中的頭等大使 因為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行政長官 不僅是特區政府的首長 而同時是整個特區的首長 代表整個特區 我們要認識這一點 同時行政長官不僅是對香港特別行政區負責 也都對中央人民政府負責 我們也都要認識這一點 這些都是基本法的規定 未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會加速演變 香港作為中國的一部分 作為高度開放和高度國際化的城市 機遇和挑戰並存 優勢和短板並存 因此全香港社會更需要上下同育 要減少空轉內耗 要有大局思想 有集體意志 有奉獻精神 有處理好小我和大我關係的意識 我對香港的未來有信心 我相信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 新一屆的特區政府不僅可以按照基本法 領導香港人 治理好香港 而同時可以貢獻國家 踐行習近平主席在2018年11月12日 對香港提出的四個新的希望 即是更加積極主動助力國家全面開放 更加積極主動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更加積極主動參與國家治理實踐 以及更加積極主動促進國際人民 是文化的民 更加積極主動促進國際人民交流 請大家在後日 踴躍投票 多謝大家